宝宝护理 夜奶难断,试试这些方法 宝宝添加腐蚀后,食物耐饱多了 如果睡前吃饱,理论上可以维持5-6小时 也就具备了夜间断奶的条件 宝宝睡前一小时可以吃点固体或半固体腐蚀 这样的食物比奶耐饱,睡觉不容易醒来 另外,试着耐心哄宝宝入睡 不要把奶和睡觉连在一起 晚上减少宝宝和妈妈的亲密接触 巧用爸爸帮助断夜奶 可以让爸爸哄睡,睡在宝宝旁边 宝宝醒来由爸爸安抚 减少宝宝对妈妈气味的依赖 拉长夜奶间隔,减少夜奶次数 宝宝夜晚醒来,不要立即喂奶 用睡眠玩具,安抚奶嘴,安抚精等先哄宝宝 如果能重新入睡最好 如果不行,尽量拉长喂奶的间隔 坚持下去,夜奶就能逐渐断了 也可以逐渐减少每顿的奶量 轻胃的话,每隔一天减少2-5分钟 减到5分钟以内了,就直接断掉 如果是平胃,每隔一天减少20-30毫升 少于60毫升再直接断掉 然后用安抚的方式哄睡 如果宝宝哭了,可能会口渴 可以喂些温水过度 也可以安抚到宝宝 断夜奶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选择适合宝宝的方法 而且全家人要统一战线 不要心软,决心坚持到底 才可能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